黑武士和鹹蛋超人 竟現身台北捷運 還真的逼他近戰 沒想到卻被戰務人員攔下 就頭頭一拿下來 才發現竟然是 好的 殊不知我們兩個外國人 其實不知道在這個捷運上面 是不可以戴面具的 我們兩個在這裡 向大家說聲抱歉 原來是淮秋和林俊傑 這對好兄弟 想趁萬聖節來大玩COSPLAY 沒想到卻被趕得出來 在萬聖節搞苦手的還有他 小S在臉書上 PO出這樣的裝扮 眼窩處有大大的淤青 沒注意看還真以為受傷了 還有粉絲搞笑說 是不是又家暴了 別哭 走出來小S 你老公也真是的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這可讓丈夫徐雅俊很糗 藝人李玉芬戴上超大黑框眼鏡 捲張臉畫欄 扮起動畫腦筋及轉彎中的悠遊 被大讚超級專業 還有新媽李永賢 為了女兒的萬聖節裝扮 花了整整五天的時間 自製仙女裝 不只剪裁出整體服裝 還全部架上金邊 網友紛紛留言 看起來真的超級費工 還有人說 真是地表最強的媽咪 藝人們萬聖節各出奇招 發揮創意大玩COSPLAY 讓粉絲們看到藝人搞怪的一面 記者機關紅巡青台報道